泰国的陆军总司令帕拉玉在26号中午召开记者会 自称他已经获得了泰王普美彭正式授权 确认要由军方战士来接管国家政权 而帕拉玉也特别警告大家不要再上街抗议了 否则的话军方将会扫荡抗议群众 泰国军头发动政典后曼谷街头依然出现大批抗议民众 还和政报警察对骂 陆军总司令为了有效稳定民心 26号中午宣称他已经获得泰王认可 同时也呼吁民众别再抗议 帕拉玉表示今后违反军方规定 威胁国家安全者将交由军事法庭审理 军方虽然把红山军和黄山军的领袖都分别软禁 不过军方25号已经释放前总理营拉 26号也释放反对派领袖苏帖 苏田因为被检方以判乱罪起诉 短暂出现在法院后已经交保 至于泰国民众似乎比较关系 生意受影响而被政变 泰国争变后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清晨5点都要宵禁 大大影响了观光客的夜生活 酒吧老板抱怨营业额整整少了一半 到底宵禁还要多久大家都在观望 继续海外中自宝报导